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也是今年奥运会棒球比赛项目的第一场的赛事 在今年的奥运会棒球项目当中 总共有八支队伍参加角逐 要先进行长达28场的循环预赛 获得前四名的队伍呢 在以交叉决赛的方式产生一到四名的排名 那么这场比赛对中华队来讲相当的重要 因为意大利呢是一个实力不错的欧洲队伍 那么中华队虽然实力也是不错 但是在投手群方面呢 由于阵容并不是非常的齐备 因此怎么样在比赛当中 做投手的调度将是 对教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棒球的比赛项目 由中华队出战意大利队的比赛 那么这也是今年奥运会棒球比赛项目的第一场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中华队是先防守 而由意大利队来先攻 从目前画面上的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巴塞罗那今天的天气相当的不错 非常的勤劳 那么再来到了巴塞罗那这几天呢 中华队全体的队支员们对于这里的 不管是天气也好 或者是饮食居住方面呢 都相当的能够习惯 我们来看一下中华队的防守位置 投手是林朝皇 那么在补守方面 今天所排出来的是白昆宏 因为在一类手方面是王光熙 在二类手方面是 那么中华队今天所排出来的防守阵容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坚强 那么中华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所排出来的阵容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于 那么以往参加历届比赛的一些阵容 右外野手是张文宗 而投手指定打击是张正线 三类手王光熙 然后补守是白昆宏 现在意大利队的第一棒 Marco Albani 是他们的左外野手 担任第一棒的打击 林朝皇低球投出 是个偏高的坏球 在今年中华队的投手阵容方面呢 并不是非常的充足 因此在这连续28场的预赛当中 怎么样做投手上的调度安排 对于教练李来发跟高英杰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现在一好一坏 没有人出局 中华队出战意大利对这场比赛呢 是不仅是中华队的第一场 也是这次这球打到了游击前 游击手接到之后 长传一类 把第一棒的打击 现在林朝皇是腹背受敌 平心而论 这场比赛对于每一位中华队选手来讲 压力都非常的大 对棒打到三类前 三类手快传二类 再传一类 漂亮的double play 造成三人出局 结束了一局上半意大利队的进攻 刚刚这个防守不错 三类手廖敏雄 踢到之后 常传二类 然后再传一类 造成了一个double play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中华队的攻守阵容 第一棒是黄中益 第二棒罗郭章 第三棒江泰拳 第四棒廖敏雄 五棒张文宗 六棒张正仙 七棒王光熙 八棒白坤红 九棒是吴思贤 那么这是今天中华队所排出来的攻守阵容 目前球数两好球一坏球 一局下半中华队开始进攻 我们希望在一局下半中华队就能够限时得点回棒打击出去 这是一个漂亮的安打 第二类之间强劲的滚地安打 滚到了右外野 黄中益一上来就先开张 打出了一只右外野方向的滚地安打 登上了一类 这是中华队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的安打 我们来看这个镜头 二类手扑在地上 还是没有捞到 倒是吃了一连土 实力 归棒打击出去 打个正着三流之间的强劲滚地安打 滚到左外野方向 黄中益现在拼命往本类跑 在二类上的黄中益快马加鞭 登会本类攻下了中华队的第一分1比0 领先了意大利队 江泰拳这个安打实在是太有价值了 这是一个一类安打 三游之间强劲的一类安打 把越南赛类上的黄中益送回本类 中华队攻下第一分1比0 果然在一局下半中华队就有一个好的开始 在气势上就已经打了出来 又打击出去 三连手接到之后 传二类 再传一类 Double play 意大利队在手背上也立刻有了一个不错的演出 一个漂亮的Double play 结束了二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我们再来看这个重播的镜头 三连手接到之后 赶快先传二类 把江泰拳封上在二类之前 然后再一块传一类 廖敏雄在这个时候千军一法差一点点 不过还是被刺杀在一类之前 结束了一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目前中华队是以1比0领先意大利队 二局上半意大利队进攻 有球员攻占在一类 好球 这个比赛的球场是奥运会当中 那么特地这球打成一个反弹球 有一手机票之后 传二类再传一类 Double play 漂亮的Double play 中华队今天在手背上 已经演出两次的Double play了 Grimo跟原在一类上 跑往二类的Edio 统统给送出局了 我们看先传二类 再传一类 中华队的手背不错 相当的稳 这是一座相当不错的球场 在奥运之前还特地经过一番整修 打成了一个本磊后方的一个擦棒球 再击好球一次 两好球一坏球一出去 Liolando 他的打击准备动作步伐站得相当的大 打了一个板弹球 有一手罗国章接到之后传一类 这个球传的偏低 但是一类手王光熙 还是把他给接到了 罗国章 行进间传球 王光熙一个打劈腿 爬下去接球 如果不是有相当的默契的话 这个球很可能会漏掉的 两人出局 继续打 继续打击 轮到中华队的第九棒 背号十三号 十三号的廖敏雄 回棒打击出去 左野方向的高飞球 是漂亮的拳雷打 廖敏雄太可爱了 一直阳穿全力打 左外野方向 为中华队再攻下一分 是听到一声清脆的球棒 跟球的撞击声 然后这个球一直飞到左外野 左外野手 中外野手只有望球星探的倍 太漂亮了 这支鸿浪虽然是只有一分 但是呢 对于中华队来讲 虽然是太重要 也太可爱了 中华队目前只有三只安打 我们次来看这个重播的镜头 刘明兄 中华队的强打者 继续打击 轮回到第一棒 十七号的黄中益 结果这一球是被碰到的 碰到了右外野去了 接外球 球出两好球 一坏球 一人出局 打了一个反弹球 右击前 右击手 哎呀 右击手没有接到 这个球 算是给黄中益给捡到了 目前他笑得多开心 两次上场 两次都上磊 目前的打击率呢 算是百分之百 我们再来看 是一个强劲的反弹球 有击手冲过来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 这应该算是一只安打 罗国章做了一个触及的姿势 在没有人触及的情况之下 现在要把球员 在一人触及的情况之下 罗国章可能要 摆出一个触及的姿势 一来呢 扰乱这个投手的控球 一来也希望能够强迫往前推进 现在开始 这个打带跑 哎呀 这个太有价值了 现在黄东益越过二类之后 冲向三类 这个战略是对的 罗国章先摆一个触及姿势 但是第二棒紧接着又个长打 这个打带跑相当的成功 两个人都上类 罗国章上了一类 黄中益上了三类 一三类有人 只有一人出局 我们再来看 开始跑 黄中益跑类速度相当的快 越过二类之后毫不犹豫 立刻朝三类跑 如果罗国章这个球落点 再远一点的话 恐怕就要回本磊了 中益队已经有五支安打了 现在在场上 原来上一类罗国章 现在启用带跑 由背后十号的选手来取代 背后十号的是张耀腾 张耀腾来代替罗国章跑类 带跑 张耀腾的脚撑很快 反应也快 五四嫌的打击 打击出去 这是高飞球 结果见高不见远 接到之后 三类的跑者开始跑类了 这是一支高飞牺牲打 在三类上的黄中益 再度分回本磊 攻下一分 自己是一边跑一边笑 他笑起来会发现挺可爱的 五四嫌这个高飞牺牲打 虽然自己被戒杀 但是呢 却把三类上的跑者黄中益送回来 两人出局 目前中华队已经有五支安打 意大利队只有一支的安打 目前在手背上双方都没有失误 中华队三比零领先意大利队 回棒打击出去 又是左耳野的安打 中华队又要得分了 张耀腾快把嘉宾越过三类之后 跑回本磊 江泰拳也登上三类 而打者呢 自己王光熙也上磊了 这是一支左耳野方向的安打 张耀腾快马嘉宾 为中华队攻下了第四分 中华队现在是越打气势越旺 我们再来看这个重播的镜头 Rolando 这个球被王光熙给打个正招 一直飞到了左外野 优机手跳得很高 还是没有捞到这个球 现在意大利队的总教练 又按捺不住 又要出来了 王熙 目前两人出局 中华队如果有安打出现的话 还是能够拿分 至少一分 多则两分 如果是全力打的话 那就是三分 打击出去 安打出现了 哈哈拿分了又要拿分了 江泰拳先回来 反面喊的喊 赶快赶快 王光熙也回来了 中华队又拿下两分 不得了 又是一支安打 张文忠 这个一二类之间的滚 这个一二类之间的滚地安打 一直滚到了右外野 中华队在三局下半的攻势 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一轮猛攻打得意大利队是抬不起头来 这个球的落点都非常的好 中华队今天有几支的安打 都是在三游之间 或者是一二类之间 这个位置呢 刚好是一类手跟二类手 或者是游击手 三类手 他们的防守上的盲点 反弹球 二类手击到了 传一类 张正线运气不好 被封杀在一类之前 三人出局 结束了三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这个半局中华队总共靠着 密集的安打攻下了五分 目前是以六比零 暂时领先了意大利队 在安打数方面总共有七支 那么在意大利队方面呢 安打数只有一支 目前两好球没有坏球 没有人出局 四局上半 意大利队的进攻 挥棒打击出去 结果被三类手漏掉 被游击手张耀藤给补到 这个球差点由船丢了 好险 不好在王光熙 用他身体给挡了下来 虽然是让对方上垒 但是还好球没有miss掉 我们看三类手 无私嫌 漏掉了之后 张耀藤一刻冲过来补位 游击手的位置就是这么重要 长传王光熙 王光熙 一个反弹球 手套给挡了下来 重拨镜头 林赵黄这个球偏高 飘了上去 打着躲着躺在地上 这个球要是被打到的话 就不得了了 这位意大利老兄 很吓死 六比零顶先 中华队的教练李来发呢 现在的神色 比先前要稳得多了 回报打击出去 这是一支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 张文宗 等着那里把这个球给揭杀出局 所以今年中华队的 在打击方面 守备方面 都有不错的水准 但是在投手的阵容上呢 却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这个球一直滚到了 沿着一类垒包 滚到一类手的手套里面 这支home run 这支home run呢 是中华队攻下了一分 我们看看第二次上场 好球 外角球 球打击出去 结果是个三类前的滚球 三类手接后行进中传一类 这是一个safe 我们再来看 廖敏雄的脚撑非常的快 三类手跑过来 捡到球之后 立刻传一类 但是廖敏雄已经越过一类垒包了 所以算是一支安打 意大利队的三类手 Claudio还念念尤茨 心想林卫生不打快一点 打强劲一点 接到之后呢 就可以把你封杀 现在轮回到第一棒的黄忠义 中华队的福将 一个出击 一个出击点得好 结果出击 不惜 把意大利队的三类手 Claudio给吓了一跳 黄忠义呢 是中华队的福将 因为第一分 就是他奔回奔蕾获得的 黄忠义身高174公分 体重有78公斤 目前中华队已经有八支安打 攻下6分 这是一个出身球 这个球刚好打到了 黄忠义的腹部 黄忠义切了要死 朝着意大利队的投手 瞪了一眼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重播的镜头 这个球 把它投一个内角球 就刚好打到了 黄忠义的 黄忠义的左大腿 还好黄忠义 哦呦呦 是肚子 是肚子 这一球挨得不清 黄忠义 本来拖的棒子要过去了 不过好在 只是吓吓他 主审裁判将来 在各项国际比赛当中 都能够独当一面 偏低的坏球 张耀藤给累上的跑手 做了一个手势 先别跑 目前在二壘上的是廖敏雄 在一壘上的是黄忠义 打击的是张耀藤 中华队目前是以6比0领先 推棒打到了游击贤 游击贤传二壘 再传一壘 double play 把两位打者分别封杀在一二壘之间 一二壘之前 造成了三人出局 也结束了四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目前中华队是以6比0 战时领先意大利队 我们看刚刚这个慢动作重播 先传二壘 二壘手再传一壘 意大利队今天在手背上 也有两次双杀的演出 东华队今天派出了王牌投手的林超煌 的确他在这个 今天他球速可以感觉出来 至少都有100 差不多135公里上下 这么一种球速的一个速度 再接下来就是他跟白昆宏 普手两个之间的配球 可以说是这个内外角 以及这个滑球 以及这个任何的 包括这个变速球之间的一个搭配 三局的这个半局中间进攻 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么从一棒到九棒 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 中华队这支球队 那么也是跟赛前 大家所观察的一样 是一支公优于手的 这样子一个球队 那么换出来的这个 新任的这个 廖敏雄这位中间手 在打击上面 有非常不错的发挥 从第三局的下半这支 这个拳体打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个子很小 但是打击的火力是非常的旺盛 那么跟目前在国内 的这个职棒选手 像罗世信 他已经个人有12支的拳内打 那么林中球有13支的拳内打 好像中华队 加上这个聚爆里面 好像除了赵世强 可能在体型上面 比较有这个大棒子的 这种感觉以外 那么其他这个打拳内打的选手 似乎在身材上面 反倒不是像欧美的这种拳棒 他们那么这个 好像身材出壮 那么也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选手 在打击技巧上面来讲 可能有比其他的国家的选手 那么有过人之处 是 那么 今年79年 83年89年 他们总共是拿了 六届欧洲杯棒 欧洲棒球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也是一个实力 相当辉煌的队伍 打击轮到中华队 第三棒的江泰拳 打击出去安打 左二叶方向的安打 江泰拳 快马加鞭 冲上二雷 二雷安打 江泰拳 三次上场 三次都上垒 第二次是被保送 第一次跟这一次 第三次呢 都是安打 中华队已经有九支安打了 江泰拳 不愧是中华队的老将 他也多次担任 中华城邦队的队长 不过呢 国内的职棒队呢 也一直希望能够 网罗到江泰拳 去打职棒 像是江泰拳 郭里建夫 还有罗国章 回棒打击出去 二雷锁起来之后 又漏掉了 再传一垒 out 结果还是out 但是江泰拳 已经奔回本垒了 所以说 张文宗这个牺牲呢 还是值得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 重播的镜头 二雷锁没挡到这个球 接到之后再传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再做选择了 只有传一类 两人出去进化之下 中华队在五局下半 又攻下一分 目前7比0 参加交叉决赛 跟古巴队交手 因为在各项 国际比赛当中 到目前为止呢 古巴队一直都是以超级强队出现 而古巴队所输的比赛呢 都是败在中华队的手里 所以这也是一种 相当奇妙的事情 这个爆头 这个不说 马尼诺急着大叫 不过伍斯贤还是已经奔回本壘了 中华队再添一分 马尼诺这个球投出来 不说结果没有接到 爆头 马尼诺大叫 快啊 但是吴斯贤更快 但是吴斯贤更快 五局下半 再度攻下一分 不过刚这个球已经打到了美国级的主审 这时候中华队的队一 黄一亮先生 赶紧上去给主审 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再来看 这个球补手没有接到 已经弹到了后面 打到了补审的锁骨 这个地方很痛的 虽然 这个主审带了护电 但是呢 这被打到还是很痛 这是一位古巴籍的 Afredo Pass 马尼诺赛头 打击出去 右岸野方向 这是一个漂亮的安打 刚好压在线上 黄中一快马加鞭 这个球落点相当的好 二壘安打 这个球的落点 刚好在右岸野边线上 落在边线压到线上 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个球的落点呢 刚好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黄中一长得胖嘟嘟的 但是脚成很快 继续轮到第二棒的是张耀腾 哎呦 这个球 又 古斯贤 这球打击出去 安打 又是一个落点相当好的安打 古斯贤 快马加鞭 登上二壘 这是一只右岸野方向的 二壘安打 这个落点呢 跟刚刚前一轮的打击当中 第一棒黄中一的 安打落点相当类似 到第五棒的王光熙 刚刚第四棒 古斯贤 一只右岸野的安打登上了二壘 现在轮到第五棒的王光熙 前三四上场 有一只的安打 又打击出去 结果这个球被接到之后 踩了一包 这个球接得漂亮 全场的观众都给意大利队这位 背号二十号的游击手 相当热热的掌声 我们来看这个球 本身是飞升扑球 把这个球给捞了下来 Rod Zero 使得打者王光熙被捧杀出去 保球 这球打击出去 滚到了中间方向的安打 北上的跑者拼命往三里冲 Safe 比大利队在八局上半又出现了安打 目前已经有六只安打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重播的镜头 先打到了投手 投手没有接到 为了打这个球 手套也掉了 一直滚到了中外野 原来在一壘的跑者 越过了二壘之后 跑上了三壘 原来的打者呢 在登上一壘之后 一看球传到游击手 本来想往二壘推进 但是游击手赶紧传回一壘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Safe 所以目前是一三壘有人 Marco Eubani 一看苗头部队赶紧再回一壘 这球是点到的 入手林桑黄接到之后 传一壘 但是这个野手选择 却使得意大利队再攻下一分 这是没有办法的 意大利队的战略运用成功 在天下分数 两人出局 但是目前已经是2比8 东宏可能要调这位打者 打击出去反弹球 鼓起手击到之后 长传一壘 把打者给封杀在一壘之前 三人出局 结束了八局上半 意大利队的进攻 在这个半局当中 意大利队攻下两分 我们来看刚刚王光 王光熙整个爬在地上 一个五体投地的姿势 接到这个球 传得好 接得更好 这个球是拼了命也要接到 要不然又要得分了 张耀腾 听到球 行进间传球 传得相当的准 王光熙接球比较辛苦 要轮到中华队 第九棒的打者 廖敏雄 好球 打成了一个奔磊 后方的接外球 来到巴斯隆纳采访呢 很多的国内的新闻同意 在饮食上都不太习惯 所以在吃了几天的西班牙的食物之后呢 都得找附近的中国餐馆来打打牙记 而且这些华侨门呢 也多半对于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呢 给予相当热情的招待 在那里吃饭有一种 他乡欲故知的这种感受 又打了一个高飞球 这是本磊后方 一类手 本磊五手都跑过来 都没接到 不过在这里吃中国菜呢 价格还算是比国内要来的高 而且这里所吃的菜的味道 也跟国内所吃的有些不同 因为多半呢 他们所煮的中国菜是配合 西班牙人 也就是巴塞罗那人 当地的他们的口味 而且所用的餐具呢 也是西餐 所用的餐具 所以说是中餐西吃 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吃久了之后呢 当我们到了餐厅吃饭的时候 那么餐厅的老板跟服务生 都会自动地把刀叉 换成一双筷子 这样子大家都方便 这球又打了一个高飞球 跟来后方的界外球 在场上投球的是 意大利队第三任的投手 15号的福利欧 福利欧Valley 偏高的坏球 廖敏雄 为中华队今天打出了一支全力打 是阳春全力打 左外野方向 这也是这次奥运棒球比赛 的第一支的全力打 结果廖敏雄被三阵出局 花招 拐球 越是接近胜利的一刻 越是令人感到着急 一号球两块球两出局 再一头 回棒打成一个滚地球 有敌手接到之后 长传一垒 把打者封杀在一垒之前 三人出局 中华队在九局上半 再度让意大利队 跨铃 这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这场比赛中华队是以 8比2 8比2击败了意大利队 而且提前在九局上半 就结束了比赛 那么投手林朝皇呢 个人表现相当的不错 一个人独撑了九局 那么这场比赛是中华队 在今年巴斯罗纳奥运会当中的 第一场的比赛 那么第一场比赛就以8比2 击败了意大利队 表现呢 是相当的不错 在这场比赛当中 中华队总共有十支的安打 那么在意大利队方面 总共有七支的安打 中华队的表现呢 是可拳可点 那么中华队的下一场比赛 将要出战美国队 出战美国队的时间 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27号 巴塞隆纳当地7月27号的下午3点钟 来出战美国队 我们这场比赛呢 对于中华队来讲是一场硬仗 那么这场比赛时间 在国内时间是7月27号的晚上9点钟 我们希望中华队能够再接再厉 赢得这场对美国队的比赛 之前我们再看完整的记录 中华队8比2击败意大利队 安打数方面 中华队有12支意大利队 中华队有8支 他们也接受全场乔包们热烈的掌声 中华队这场比赛表现 的确也是没有辜负这些乔包的愿望 我们再来看看这最后一位打者 打到了游击前 游击手张耀腾冲了上来 行进中快船一垒 黄光锡早已经等在那里把这个打者给封杀在一垒之前 这是胜利的一刻 对于中华队来讲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第一场比赛就以8比2击败了意大利队呢 对于军心的提振呢 有相当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中华队能够再接再厉 往后还有连续6场的硬仗 要等着一一去克服 我们希望中华队呢 在预赛当中能够打入前四名 在交叉决赛当中再争取奖牌 我们希望中华队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 能够拿到一面金牌